单击文件选择选项 在Excel选项对话框中 单击自定义功能区 在主选项卡下单击新列选项卡按钮 这是主选项卡下添加了新列选项卡 右击新列选项卡选择重命名 将新列选项卡重命名 单击确定 选用最常用选项主标签名 然后选择需要的常用按钮 单击添加 选用完成后单击确定 确实可以看到已添加了自定选项卡